近日,中国首台腹部切口的全胃切除手术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潮医院成功实施。 该手术是经人体自然腔道重建并取出肿瘤标本的全胃切除术,这在国内上述首次。 据了解,来自四川的患者余女士就是这项新技术在国内的第一位受益人。 两个月前,她在无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出现上腹部疼痛,随后被查出患有胃低分化性癌。 医生介绍,这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胃癌,需要做全胃切除术。 常规的手术方式需要在腹部做一个小切口来完成消化道重建,将肿瘤标本取出体外。 这样不但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创伤,术后患者的腹部也会留下切口疤痕。 以目前国内主流的手术来讲,目前通常采用腹腔镜辅助下的全胃切除术,经腹壁取出标本,会造成一定的创伤,产生一定的痛苦。 最近几年,新桥医院一直致力于在腹腔镜下做切除肿瘤,并经人体自然腔道取出肿瘤标本的未肠道肿瘤手术的相关探索和研究。 这个手术的成功实施,经过我们危险检索,目前国内外都未见报道,应该是在国内还是处于领先的。 经过术后康复疗养以及肠道营养支持等治疗,云女士已开始自主进食,7月31号出院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